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 老美看热闹不嫌事大 窜多蒋介石趁机反攻大陆 可老蒋却回怼了一句话 令老美脸色突变 那么老蒋究竟说了什么 老美又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 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 三大战役的胜利 解放战争的胜败已定 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军残部 不得不抱头四处数窜 在开国大典前 逃窜至广州的老蒋 还想派飞机轰炸天安门 破坏这场盛典 然而在开国大典开始前几小时 老蒋却下令取消轰炸计划 原来国军轰炸机的燃料只够非单程 要想顺利返程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南朝鲜停靠 之后再度返航 然而当时南朝鲜已被美方控制 而美方并不赞成老蒋此次举动 并未答应国军飞机停靠一事 蒋介石如果强行实行计划 那么他的航空队将会有去无回 这样玉石俱焚的方式显然不是上策 最终开国大典顺利展开 这一盛典让全国人民都感到欢呼雀跃 当然不包括国民党的人 眼看全国解放已成大事 蒋介石只得带着国军残步败退台湾 可其实去往台湾多年 老蒋也从未放下野心 他成天给民众洗脑 高喊光复大陆的口号 同时还在金门一带筹备军事力量 1950年6月朝鲜半岛战争爆发 解放军在毛主席的号召下 组成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不仅是帮助朝鲜人民抗击侵略 同样也在维护中国的领地和利益不被侵犯 然而在志愿军卫加国而战的时候 海峡对岸的老蒋却认为这是 反攻大陆的绝佳时机 老蒋曾多次向老美方面申请 派遣国军士兵前往朝鲜战场参战 老蒋打得一手好算盘 如果能在朝鲜战场上为老美出力 卖他们个人情 日后反攻大陆老美怎么也得投桃报李吧 然而没想到 老美方面却断然拒绝了台湾方面派兵参战的提议 一方面老美自视甚高 对朝鲜战争胜券在握 看不上老蒋这点微乎其微的助力 另一方面 二战刚结束不久 彼时世界各国正值冷战时期 毕竟要是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出于世界战局等多方面原因 老美拒绝了老蒋派兵增援的提议 让他的计划还未带萌芽 便已胎死腹中 可老蒋怎会轻易放弃大好时机 既然老美不帮忙 那就自己上 之后 抗美援朝期间 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地区 发动了大约有上百次的侵扰 1953年7月16日 东山岛战役爆发 国军方面出动1.3万士兵 军舰13艘在飞机 坦克 散兵部队的掩护下 在夜深人静之时 朝福建省东山岛发动突然袭击 东山岛地区的解放军 第一时间赶往坚守阵地 并且迅速请求增援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 国军两辆坦克被炸毁 两架飞机被击落 三艘登陆舰艇被击沉 三千余人被歼灭 剩余国军士兵登舰逃窜 后来 随着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 欲战欲勇 以老美为首的联合国军 不得不上一庭战 而海峡对岸的老蒋自然 将一切尽收眼底 可因为政治野心 他始终嘴硬不肯放弃反攻大陆 此后 老蒋也一直在想办法 得到老美的帮助 然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 老美主动派人 去台湾找到老蒋 提出趁机进攻大陆的提议 老蒋却一口回绝了 这是为何 中印战争爆发后 美国上将去台湾提出 帮助老蒋反攻大陆的计划 但却遭到老蒋拒绝 老蒋拒绝这一提议的背后 到底有何特殊的原因 60年代初期 海峡对岸的老蒋 再度蠢蠢欲动 极度想要实施反攻计划 当时大陆对外 与苏联的之间的关系 急转直下 友好的邦交出现了裂痕 而对内 大陆的经济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老蒋再也坐不住了 他开始启动国光计划 为了成功实施国光计划 老蒋再度找到了老美 希望其能提供助力 然而肯迪尼却再度拒绝提供帮助 因为他压根就不认可老蒋的计划 两个月后 中印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 又一次让美国看到了希望 他们甚至主动派人去找蒋介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印度就屡次越过传统习惯线 试图侵占我国领土 一开始 我国秉承着以和为贵 一直在积极交涉 希望能够和平共处 可没想到 在印度看来 中国求和的态度 无异于示弱 印方非但不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屡屡侵扰我国边界地区的人民 1962年印度方面再度提出了 割让国土等无理要求 对此我国领导人不再忍让 言辞拒绝 而印度总理尼赫鲁恼羞成怒 竟发出了宣战宣言 我国一直主张和平 却并不代表怕事 面对印度的挑衅 毛主席大手一挥 公然应战 在西方国家看来 这场战争还未开打结局 就已经注定 当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 而美国也对我国实施全面贸易封锁 同时蒋介石在金门方面的军事力量 也虎视眈眈 我国面对着群狼环似的恶劣处境 对印度这一战 恐怕将会凶多吉少 1962年10月 因为印度的屡次挑衅 中印战争爆发 而美国方面认为此次战争 中国大陆必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这时候再帮助台湾的老蒋反攻大陆 将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美军上将哈里·菲尔德得到肯尼迪授意 去往台湾游说老蒋反攻 此行 菲尔德可谓是胜权在握 他心中笃定蒋介石一定会答应此事 毕竟几个月前老蒋还就此事与美方商议呢 可当上将站在老蒋面前 对其说出全盘计划的时候 老蒋却回怼了一句话 这句话让洋洋得意的上将脸色突变 不久后就离开了 那么老蒋到底说了什么 他为何会拒绝唾手可得的反攻机会 1962年美军上将前往台湾 穿夺老蒋反攻大陆 可却被老蒋一句话回对回美国 那么老蒋到底说了什么 他拒绝在中印战争时反攻 又有何特殊意味 1962年10月的一天 美军上将哈里·菲尔德乘飞机前往台湾 打算趁中印双方作战时 帮助国军反攻大陆 菲尔德来到台湾 表示美方愿意在中印战争时期 给予台湾的国军军事物资援助 趁大陆分身乏术的时候 一举进攻夺取政权 菲尔德唾液横飞地跟老蒋说着反攻计划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然而等他说完 却发现面前的老蒋脸色铁青 沉默不语 菲尔德很是不解 现在反攻大陆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老蒋怎么是这副嘴脸 从前那个求着美国帮助的殷勤进哪去了 而下一刻 蒋介石说出来的话 更是让他感到大为震惊 只见蒋介石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这次大陆和印度的战争 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的正义的战争 老蒋这番话一出 菲尔德如遭雷击 方才还志在必得的笑脸 一下子僵住了 逐渐演变成尴尬 回过神来的上将 也明白了老蒋的意思 寒暄了几句后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在菲尔德离开后 老蒋的心腹陈诚感到不解 为何要放弃如此绝佳的机会 而当老蒋说出自己的考量后 陈诚也恍然大悟 老蒋心里明白 大陆和印度这一仗 是为了国土而战 这时候反攻的确是个好机会 但如果他真的趁人之危了 不仅对不起两岸人民 百年后更是愧对列祖列宗 即使身在台湾多年 老蒋也依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家中兄弟打架可以 可属于一家人的利益 绝不允许外人觊觎 另一方面 老蒋跟我党打过多年的交道 明白共产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多年来虽然我党对印度一再忍让 可私底下一定早就做好了准备 如果贸然反攻不成 恐怕连最后一点阵地都将失去 最重要的一点 美国一直窜夺老蒋自成一派 而他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老美多年屡次拒绝援助 现在却主动出击 无非就是想趁着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 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蒋介石才会拒绝美方的好意 事情发展也果然如老蒋预料的那般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 不要收着打 用尽全力打 得方针下 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早前还狂妄叫嚣的印军 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印度人民人心惶惶时 我国政府军却在11月21日宣布全线停火撤退 并且撤退至分界线时 将抓获的3900名印军俘虏 军事装备悉数奉还 此举正是为了告诉印度政府 我国此前并非是怕事 而是处于两国和平考虑 而在我国军队刚从印度撤退 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抽身的美国 就将军事援助运往了印度 可见其狼子野心 而在台湾的蒋介石 在得知我军此次只派出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后 心情也很是复杂 他为躲过美国的阴谋而高兴 同时也对我大陆军事力量的强大感到震撼 他心中明白反攻 大陆终究在难实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